擺進去 然後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發條 我這個發條要擺拿去 然後呢 這個就會轉了 因為我們到那個姚先生家就沒看得到 所以不需要我的這個家 然後就會聽到他的唱聲音 那就是我們的 這個就是愛迪生劉聲機 這1903年的機器 那這裡有唱聲 他就可以讀到這裡面的訊號 這就是這一台 所以你在 你如果活在這個清朝末年 你要聽劉聲吉他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聽 這個方式來聽 就是這一台這個這樣的一個機器 好 所以這裡面就是把這個 當時他的一些故事放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個 好了 我們現在還剩下10分鐘 我得把它分配一下 那這個 這本書 我之後 我會叫那個班長去copy給你 那這裡面就會有 大概有將近20個這種小故事 那我想我就做 我想我就不用這樣分配 我們就叫這個順序好了 你們可以從前面算 這第二章拿到手上 我會交給李夢昭去印給大家 然後他就照著順序 那我就照著你們這個 這個 你們知道你們自己的順序在哪裡 好 那我就這樣念一下 你自己寫下來 你是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四篇 五篇 點進一次算 唱這樣 然後我想 表演 這就這樣手表演 這絕對是 十代工藝 謝謝 他靠這個的 控制速度 一分鐘轉多少 然後皮帶帶動 我覺得都還很順 對啊 嚇死人 一百年了 我也從來沒有保養 嚇死人 所以你看愛迪生真的是很不簡單 這裡有寫 1903年的東西 最好的下面 這個怎麼辦 那個是 怎麼說的 咦 掉了一顆螺絲下來了 一百個螺絲 是吧 這個可以把他擺出來 等我們那個空間弄好 我們可以把他擺出來 找個地方擺 然後我們一會不會 那個幫我收一下那個 那個 你死要盤 那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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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